高雄气爆案台中市政府寄取教训 并在高铁台中站旁的空地进行防灾演练 但这演练地点并非油气管线的密集地区 效益惹人争议 南投新一厢的琉璃光之桥 践行园区目前暂时修园 进行场地的改善工程 预计9月25号正式引运 口湖香农会将在20号举办满鱼文化节的活动 现场要提供美味的鰻鱼料理给大家品尝 更精彩的内容请锁定9月19号的中台湾生活网